好 过年的时候可以计划出门走走 看到宜兰县的蓝阳博物馆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偶 他其实是一个白发苍苍的乞丐 他背着月琴 组着拐杖 双眼望上远方 看起来好像蛮立金苍苍的 仿造的是光复时期的人偶 因为造型太逼真了 还真的有游客施舍钱给他 结果看到他拿着一个破碗 这个乞丐竟然很多人投钱给他 那么蓝阳博物馆的秘书就说了 截到去年底为止呢 这尊乞丐不仅是乞讨了两万块钱 除了新台币之外呢 有美金 有人民币 他堪称是最具国际化的乞丐了